可以看出从一开始四川队的进攻很明确就是以打内线为主 的确在内线方面他们还是占据优势的 哎 好球啊 之后呢连续的两次都给到了 作为非常轻松的吃饼的机会 哎 这个球 但是同样啊 更加的提到一个层次 还是黎一样 好球 哎呀 这个球其实有很好机会能完成一个三分打 哦 这个球黎一阳下手准啊 嗯 好球 黎一阳自己攻了 好球 拉击了轮转然后再从内打到外 外界再投篮 是 而且其实因为鸡亭跳投 这个球投了一个大过桥 好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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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进来 哎 这边差点又能够打成二加一 哎呦 这看着又要失误啊 果然失误了 前场四打一 阿迪丽自己上 没打劲啊 哦 福建队上来是新上孙哲 回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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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 漂亮 李洋 哎 这边二加一 哼哼 就像天宇所说的 你看盼道强队不可能 哎呦 这个球啊 防守还是及时的能够到位 封了下来 漂亮 黎一扬利用到自己的速率上面的优势 我觉得慢慢进入自己的节奏了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大四小嘛 你四小你如果你再不快的话 跟四川队打阵地的话 那就不好意思 只是把张电梁给拿了上来 换下了 朱松伟 漂亮 黎一扬再尝试一个三分 这段时间他的 这个信心起来了 四川队这边要暂停这段时间的确 福建队在场上打的更为主动一些 黎一扬这个点是越打越好 其实都是打到了寒守那点 一开始的一个轮转阵容 打了不是特别好 对 好球 黎一扬今天杀的信起啊 再来看一下啊 黎一扬这个球小打大 一个变相之后呢 上个反篮 没打进 篮板球控制下来 有追分的机会 黎一扬在观察 阿迪丽 脚底下犯人了 然后就 黎一扬再来小抛撤 这就是刘伟指导提到的 张辉 球球被切掉了 好球啊 黎一扬上球很准确 这一次呢中距离是没有投中 踢球球就是看你自己投进投进 对 好球 黎一扬很漂亮 这个动作 他打球的人员配置都还不错 也有经验 没错 他们要找一个能一能二的小后卫的话 这个阵容其实是比较完整 得给到韩硕足够 一些足够的休息的时间 这边呢 又失误断下来了 福建队这两波防守 变化是起到作用了 但是这一下很可惜啊 李江淮没打进 欧俊选打盘打进